好創下昨天國際媒體追蹤傳出後來 中國在新疆 把美軍航母當標靶 做秘密的演訊 而且懷疑可能是在測試 東風21的導彈的同時 今天立刻傳出來 美軍測試鐵窮系統 而且直接瞄準中國 是的 其實現在是這樣子 習近平不斷的展現他的肌肉 是要逼台灣 要以武逼頭 但是拜登也馬上展現肌肉 逼習近平好好的上談判桌 所以昨天的時候 習近平反介入了人力 在塔克拉馬干裡面 設了伯克級 設了尼米茲級 他們東風21要去打 警告美國你不能來介入 但是美國立刻很快速的 把他在跟以色列買的那兩套 鐵窮防空系統 迅速的從美國本土運到了關島 就在關島進行了一個測試 然後鐵窮系統 我們知道是以色列做出來 全世界最強大實戰裡面 最好用的防空系統 鐵窮大概算可以防衛的能力 他這幾個有指揮車 有雷達 防衛能力是70公里以內 任何要打下來的狀況都可以 前一陣子哈馬斯花了 一千五百枚的火箭彈 去打以色列 結果都被鐵窮系統給攔了下來 而這攔了下來裡面 鐵窮系統它真正厲害的核心是什麼 它其實是它的雷達和算的能力 非常的強 它的雷達一計算可以在瞬間裡面鎖定1100個目標 然後判斷出裡面可能會有攻擊的地方 會受到傷害的地方60到80個 鎖定之後在兩分鐘之內立刻反制 所以把它給打下來 而且它出去之後會自己去追蹤 打到那目標 所以你會看到當時在整個以色列的上空裡面 整個飛彈打過來火箭筒直飛過來 鐵窮在天空落來要去 直接把你一一擊落 而且一套鐵窮技首 美國是花了4億元買了兩套 一套鐵窮系統可以防衛60平方英里 大概是關島需要需要四套就夠了 那它還有薩德系統高低一配 所以中國你要打過去就算 那為什麼要測試鐵窮呢 它不是只是說因為關島不能撕 如果關島撕掉了 在亞洲的投射能力有問題 而是最重要的是 剛剛講的它迅速的從美國 九十四旅就移到關島 十二個小時之內就可以移動 移動之後十二個小時之內就可以裝設好 所以呢像台北市的面積是104平方英里 兩套鐵窮系統 如果它從關島直接運過來 也是可以防衛台灣 保衛台灣的 所以美國就跟你嗆說 你習近平以為說你有軍力嗎 美軍的反制能力和防制能力 都比你強大多了 而在此同時呢 美國展現鐵窮的立刻回應之外 還有就是昨天晚上 康林不是帶著他們的行政專機 六個參議員 六個議員 加上兩個軍官來到台灣嗎 今天早上呢被媒體拍到 他的一個外交部提供的專車 進了總統府 然後進了總統府之後 顯然是會拜會蔡英文總統 而時間還蠻長的 所以在預估裡面 他除了見總統之外 可能也跟國安會好好地進行談話了 而更特殊的是下午的時候 又被媒體拍到 那樣外交部所提供的車子 專門的進到國防部 這個東西是這兩年來 美國因為台灣旅行法 很多官員來也做了行政專機 但是康林是第一個 進到國防部裡面 美國的官員 所以這個特殊意義就非常大了 那當然康林曾經講過說 在台灣有三萬駐軍 所以他是不是興趣跟國防部講說 怎麼樣讓台灣有三萬美軍進駐 還是要談一下台灣的軍事合作 但是很關鍵的是 會進國防部 就代表著要協助台灣 增強防衛的能力 北京正在召開六中全會 那預定的行程是明天落幕 不過今天事實上 在中國相關跟港媒 就開始有人放風說 習近平搞不好再擬定接班人 然而另外一個習近平的難題 是天災 特別是這一回合今年的暴雪 相當的恐怖 北京正在開六中全會 但是新華社還有人民日報的 那些寫手們 現在就很頭痛 他們要怎麼樣 在這個時候 把現在襲擊華北的這場大雪 寫成是瑞雪 因為這個顯然是很難去寫的了 為什麼這個狀況呢 這一次的整個冰封暴 是提前了23天 像過去比以前更快 而且更可怕是從1951年以來 連續下降45小時 這麼長的時間 也是整個中國1951年以來 最大的一次 而這次雪裡面呢 它是整個冷線 一度殺到了上海 上海突然之間斷癌式的降溫 只達到2.6度 而最慘的是在內蒙古的 健康醫院大廳裡面 那個雪跡在上面 都把500平方公尺的 整個上面的廳室都給它壓下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擔心這雪繼續下下去 會不會造成的是雪崩 這雪就這麼的多 而在這個雪整個都這麼冷的時候呢 北京的氣象局專家還出來講說 這個狀況恐怕還會越來越嚴厲 為什麼會越嚴厲 因為他發現說這兩年裡面呢 被整個中國內部有十分之一呢 都是強降水 所以你看到一下鄭州淹水 一下內蒙淹水 然後呢高溫和低溫 這樣一個擺蕩期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中國要面對這個 又是現在的反射陰性這樣 整個災害的狀況會很多 但是這時候北京人也在抱怨了 你這些一堆人呢在那邊熱鬧的 在這邊做六中全會 那北京最近呢 P2.5超標15個小時 沒人管 冷成這樣子 你現在缺煤缺電缺糧 你在怎麼處理 怎麼好像都沒在管 也在那邊抱怨 可是在全世界面對這樣極端氣候的時候 也有一個人呢 他的反應就不一樣 就是比爾蓋茲 他早就佈局了 現在比爾蓋茲已經是成為 美國最大的殘疾 殘疾他有18個州 他總共呢將近有24.2萬英亩的農田 都給他買去了 而這裡面24.2萬英亩呢 大概是多少呢 比爾蓋茲的人員裡面買這些田 然後去做一些新人員 你知道他的農地 他大概換算成平方公里的公頃的話 是10萬公頃 10萬公頃是我們台灣的水稻田 種水稻的只有16萬公頃 所以比爾蓋茲他幾乎是田地都這麼多 他到處在這裡種糧食 而種糧食之外他還有新人員 除了太陽能人板之外 他還要開發地樂 所以比爾蓋茲曾經投資的 一個是新創的基金 叫做突破人員國際基金 沒想到他竟然看中了我們的花蓮 想要在花蓮這邊也開發地樂 他們講說這兩年之內 已經在台灣這邊投資了 1500萬美金 想要開發花蓮的地樂 希望用地樂也變成是一個心得人員的來源